六千元, 你別怪我, 我不守羅賢 六千元, 六千元 六千元, 你不要怪我 那兩個臭丫頭在哪兒? 你說, 那兩個臭丫頭在哪兒? 說 三娘 三都, 院官是一個魔女逼死的 如果你疼她, 快幫我報仇 不理, 我跟你世不兩立 你不要怪我 一樣像, 原來是一燈大師的電視 今天姑姑娘放你 表姐, 爹爹和娘這麼久還沒回來 她會不會有事?很害怕 你放心吧, 姨長姨媽一定沒事的 快點來看看找到甚麼 這是甚麼… 不知道, 先拿出來看看 快點 怎麼這麼多乾燥餅? 你別吃… 你別管了, 蘭菲也這麼餓 吃了才吃 你別管了 這個破搖有水, 有食物 目非…這裡有人住嗎? 月光光照亮, 月光光… 你們見過甚麼人? 怎麼走到我家裡? 其實我們也是 小兄弟, 真是對不起 因為我們被仇家追趕 逼不得已才借宿一宵 借宿一宵? 我好像沒聽過你們問我借 這位大哥 我們善闖府上是逼不得已的 請你千萬不要見怪 這位小美人說話就有少許分寸了 這樣吧, 反正你們不住都住了 住宿費我就一定要收回 甚麼?住宿費? 你是想住霸王屋嗎? 沒那麼大隻, 搭牌隨街跳的 你…你們手上拿著那些光蘇餅 是誰拿的? 我們… 你們走到我家裡偷東西吃? 不是呀 好了, 這筆蘇真是敢計 江湖救急, 何必跟恩計較 是呀 江湖救急? 我告訴你, 第一, 我不是甚麼江湖中人 不需要跟你說甚麼江湖規矩的 第二, 你們吃了我的東西 你以為他真的不用去偷福 不要呀 我還給你 你去買飯嗎? 還有呀, 第三, 我跟你… 沒想到 總之一句都說了, 錢你們一定要付 你了 怎麼樣… 你們不是以為真的不付錢嗎 十一相瞞, 我們這次幾個 真是時出突然 身邊沒有帶銀子 不說 你們四個真的沒錢嗎 是呀 浪費我的氣 這樣吧, 你們反正都沒錢給了 我看你們兩位姑娘也長得很紮實 那就…不如這樣吧 你們倆留下為盧為貧 划算吧, 好嗎 豈有此理 你才是無賴的 我今天不夠睡你這個臭小子 我不羨慕了 住手 爹、娘, 你們回來了 爹、娘 婆婆, 爹和娘怎麼樣 他們… 二長、二媽他們不是出事嗎 為甚麼你不告訴兩個丫頭 他爹和娘要死了 婆婆 不是在外面那兩個 爹和娘死了嗎 真的嗎? 究竟…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是外面的魔女, 逼死下丸的 爹、娘 爹、娘 爹、娘, 爹、娘 爹、娘, 爹、娘 不要… 不要妨礙我 爹、娘, 爹、娘 爹、娘 你們爹的日子只想陸家兩個丫頭交出來 爹、娘, 爹、娘 爹、娘, 爹、娘 爹、娘, 爹、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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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我怎麼找得到陸子猿和賤人 所生的業種 尹昌, 我不想你無藥是怨 姓母, 今天我就當賣人情給登大師 只要你們夫婦交出這兩個丫頭 我就放你一家四口離開這裡 李莫愁, 你不需要多說 今天我無論如何都不會被你傷害我孫女 那又何必呢 就算今天你們拼了兩個老命 也救不了這兩個丫頭 李莫愁, 你還能殺我? 李莫愁, 你們憂慣我今天大開殺戒 青山民, 拜託他們 是, 娘 三娘, 是, 走 小心 青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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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青山民 小心, 人家就有毒了 快, 快 快 我就是看今天有誰能救他們兩個 老闆 慢著, 這兩個人你絕對不殺 你是甚麼人 好說, 我就是這個破搖的主人 你在我家門前亂傷人 你說成何看得到的 我李莫愁一向行事 只求一己起戶 你聰明就走開, 不然連你也失敗 不過…可惜, 可惜 可惜甚麼 可惜的就是 像你那樣的一個大美人 竟然要出家做道姑 可惜, 未免實在太可惜了 臭小子, 膽子對我出言輕薄 甚麼出言輕薄 你的確是一個大美人 不過你又兇死了一點 臭小子, 你口沒遮難的 小心我殺了你, 你走開點 我…我怎麼也不走開了 我不老實跟你說 這兩個小姑娘你絕對不殺 因為…他們兩個 早就已經是我的人了 你說甚麼?我甚麼時候是你… 甚麼 你倆還想抵賴?剛才你在我家裡 大吃大喝, 錢也沒給 我當然要你們倆留下做抵償的 你… 大美人, 我跟你說 這兩個人你不是不可以殺 要殺的話, 行, 先給我倆倆贖 要多少 一百兩 一百兩 得瑟好以衰回首 甚麼?耳大欺小, 自強靈藥 不給錢就在這裡說打說殺 至少武功高強 就欺負一個手無抓雞之力的…的人 好呀, 你殺吧… 你不靠江湖中人恥笑的話 就過來殺我吧 我李莫愁, 我李莫愁 一向是不殺一個臭味乾的小子 你的嘴是這麼說的 不過呢, 我不知道你的心裡是怎麼想的 我李莫愁一向行事 說得出做得到 你說的了, 這麼多人做證了 那我也放心點 放心點甚麼 就是 我李莫愁, 我記住下去了 快點走呀, 走呀 叢小子 你們倆想走, 我跟你拼命 走呀 趕盡殺絕, 你的手段 未免太過狠毒了 現在是甚麼日子呀 來一個大美人 又來一個小美人 我這個臭小子 真是可算眼福不淺呀 你呀, 死到臨頭 死定把口 閣下是… 盧虎行不改名, 座不改姓 人稱非天偏伏, 柯鎮惡是也 原來是當年江南七怪之手 非天偏伏, 柯大爺 是呀, 失禮不失禮 你呀, 快點走呀 不然待會兒我爹和娘來了 想走也很難呀 你爹和娘是哪兒 好呀, 我爹就是鼎鼎大名 桃花島郭大俠 我娘就是丐幫的王幫主 原來是郭大俠 和王幫主的千金 真是失禮了 小心 小心 小二… 小小子, 男生 橫公公, 他要抓了兩個小美人去了 我大哥哥眼瞎, 心不瞎 要你這麼多嘴 那你們還站在那兒 你還快點去追 貪公… 你幹甚麼呀 貪公公, 你怎麼樣呀 大哥哥哥, 公公好像中了劇一樣 這樣呀 救人要緊, 過去看呀, 過去看呀 來, 過去看呀 即使是痛, 只不過是痛多一會兒 一個人死了之後 就甚麼感覺都不散 你們說 誰是陸子元和賤人所生的業種 我是 彪姐 冤有頭, 債有轉, 拒殺人是我 與你無關 好, 有骨氣, 我就讓你痛快點死 我真是陸子元的女兒 你要殺就殺我 你不要… 我真是想不到這個魔女的 冰箔銀針這麼大毒 我真是陸子元, 我真是陸子元 郭大俠 是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無論如何 都要想辦法救我三個都好 是啊 是呀, 公公, 救下爹 老夫人 老三爺既然是一登大師的弟子 可算是自己人 老夫應有見死不救之利 只不過… 娘, 娘 娘, 娘, 你幹甚麼 娘, 娘 娘 毛夫人, 那這又何故呢 那半邊錦帕 另外一半塊錦帕, 在我這裡 陸展元, 你以為把這塊錦帕 交給兩個丫頭 就可以免他們一死了嗎 我兩個都殺… 我兩個都殺了 你怎麼會照顧我 你就是赤煉仙子李莫愁 不知道黃島主突然出現 有何知交 老夫素聞赤煉仙子 心狠手拿殺人無數 今天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李莫愁膚此武功 又何足掛齒呢 今天得如高人 若黃島主喜歡的 我可以免這兩個丫頭一死 就此拜必 李莫愁 大公公, 大公公, 他醒了 他醒了 爹 李莫愁 他醒了 呱 有 我 你 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婆娘, 一行分 我…我求你… 求你讓我照顧我兩個兒子 好, 老夫答應你 母夫人, 你放心 母夫人… 母夫人 走 貴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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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臣, 你們在這兒 貴臣在哪兒 這不是大美人的暗氣 公子, 王手拿著兵拍銀針 不怕針上有毒氣 你…為甚麼我守護了知覺 你懂得害怕了嗎 你…你是甚麼人 我是甚麼人 你問我, 我問誰 莫非你這個臭小子 知道我是甚麼人 你還是走… 你走去哪兒 你又想怎麼樣 你知不知道你身中劇毒 如果亂走動的話 就會令你身上的毒發作得更快 如果你想死的話 就儘管走 老公公, 你救救我吧 我還沒…我還沒死 救你 沒那麼容易 老公公, 你本領高強 你一定有辦法的 你想想, 救救我 你又知道我本領高強 我當然知道了 看你一頭白髮 樣子又盡浪不凡 不要再說了 正是你剛才那兒到處衝抓 已經是天下第一了沒人能及了 天下第一沒人能及 我的武功本 É今天是天下第一 小子, 你過來 好…還 infinite 甚麼… свои bon 你的手, 我看看 有沒有救救 又我在, 怎麼會沒得救呢 你想我救你也行 不過你要答應我一件事 行…只要陸公公你肯救我 我甚麼都肯做 慢著…你先發我毒誓 好…如果陸公公你肯救我 你替我解毒之後 我就聽完你的話 不然就毒發身亡 倒算你聽話 毒刀解了, 怎麼會毒發身亡 這次你還不中我的話 老公公, 你救我了沒有 甚麼老公公 我要你叫我爹 爹, 不是呀, 老公公 我爹已經死了很久了 怎麼叫你爹 你又不像你話 我第一句話你還不聽 我告訴你, 這個世間上 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認我爹 偏偏你這個臭小子 就在推三推四 你想死定了 不是呀, 爹, 你教訓得很正確 是, 知道錯了, 知道錯了 這才對嘛 是呀 現在爹就教你一個解毒的方法 好呀… 好呀, 爹 記住 以後每天 照我教你的方法逼毒 老公, 那十天八天之後 你身上的毒自然會全逼出來了 今天就到此為止, 下禮 謝謝老公 謝謝爹過命之恩 乖兒子, 跟我走 走…走到哪兒了 你是我的乖兒子嘛 是呀, 爹去哪兒了 你就跟著去哪兒了 是他們 我不想見他們… 爹… 爹兒子, 我不是走了 走呀 爹兒子, 別碰到你了 爹兒子, 別碰到你了 我…我沒事 爹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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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兒子, 爹兒子… 爹兒子, 爹兒子… 爹兒子, 你說他樣子不像 是呀, 他又多像 爹兒子, 爹兒子… 爹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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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兒子… 爹兒子, 你拿狗花玉露冤出來 兄弟… 兄弟… 你怎麼樣? 兄弟… 你怎麼樣? 兄弟… 爹兒子, 爹兒子, 爹兒子… 爹兒子, 爹兒子, 爹兒子… 爹兒子, 爹兒子… 爹兒子, 爹兒子… 想不到母師嫂為了救母師兄 而犧牲了他自己 蓉兒, 我們和母師兄總要相交一場 如果每天下落不明 又剩下兩個兒子… 靖哥哥, 你是不是想收他們兄弟為徒 蓉兒, 你不反對嗎? 我怎麼會反對呢? 好可憐 你們倆還被整天罵著哭 我爹都在你遺頭 還快點戒拜的師父 我不要師父, 又難受了 你怎麼這麼有? 芙兒, 有得無禮 小兄弟, 你叫甚麼名字? 我…我叫甚麼名字, 為甚麼要告訴你 你這個臭小子 居然這樣跟我娘說, 也有的 好, 那我先說吧 我姓李明, 老子 李老子, 那個名字這麼怪 娘呀, 他… 小兄弟, 你想做我們的老子 我想你的年紀還沒夠大 其實你不說, 我也知道你姓甚麼 你姓楊的, 是不是? 你…你怎麼知道我姓楊的 我不僅知道你姓楊 我還知道你姓楊明過 你娘姓木, 歸名念詞 我沒說錯嗎? 你…你怎麼知道 你就是楊過? 過兒… 那個伯父找你很辛苦, 過兒 他就是楊康我兒子 過兒, 過兒, 過兒 過兒, 過兒 過兒, 過兒 大公公, 那個楊的爹 真是爹是傑義兄弟嗎 別問我這種事 我最討厭那些卑鄙無恥的奸賊 大師父, 我知道你一向是我的義弟 但是這件事已經過了十幾年 你又何苦… 蓉兒, 怎麼樣, 買不買藥 我問過附近的藥店 都沒有那幾種藥 過兒還沒醒嗎 就是呀, 不知道他有沒有事 靖哥哥, 你放心吧 我幫他把脈, 他只是一時毒氣攻心 所以昏迷不勝 況且他中毒不算太深 應該沒有生命危險的 不如這樣吧 我們去隔壁鎮那裡 找大一點的藥材店 看看他們有沒有我們要的幾種藥 好…我們去了 芙兒, 已經入黑了 你休息一下吧 大師父, 我跟蓉兒出去買藥 勞煩你… 行了, 冤有頭債有子 芙兒, 我憎恨他父親而已 我不會毒死他的 去吧, 你們 大公公… 甚麼姓仁, 那個小子還沒醒嗎 對了, 這麼晚你還出來幹甚麼 大公公, 芙兒覺得很悶 不如你陪我出去走走走 我真的碰小耳說 後面那條街, 那個晚上很容易罵的 你胡鬧就真了 萬一我們出去, 你爹和娘回來 說自己姓楊的小子醒了怎麼辦 聽說吧, 回房休息吧 人家母家兩兄弟已經睡了很久了 大公公… 你不用求我了… 來…大公公, 陪你回房休息吧 大公公, 我房間在那邊 來, 聽說吧 大公公, 你醒了嗎 是你 為甚麼我會在這裡 你呀 為甚麼不叫聲, 爹 爹 你叫老子做爹 你叫老子做爹就差不多了 乖兒子, 你嘴裡動動動 說甚麼 沒甚麼 爹, 爹, 為甚麼你會帶我來這裡 我, 我見郭靖夫婦沒辦法幫你解讀 又怕你毒發身亡 就帶你來這裡幫你解讀 爹 別說了, 你就照爹教你的方法 再把毒血逼出來 去吧 是 好, 今天到此為止 你下來休息一下 是 乖兒子, 你真聰明 那個客人 當年有你這麼聰明的 他就不會死 爹, 你別這麼傷心 你還有我嘛 你 不錯, 爹還有你 乖兒子, 我比乖兒子好 乖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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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叫一聲, 爹 叫十聲, 叫一百聲就行了 爹, 爹, 爹 好, 好 兒子 爹把生命最好的武功傳授給你 甚麼武功 他武功 爹哥 你這個小子還沒聲 為甚麼你認得這麼厲害 連你的小子的呼吸聲也沒有 還有 糟了 楊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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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剛才那招, 霞兒打得怎麼樣 馬馬虎虎 比起爹的功力簡直是差天共地 乖兒子, 你有沒有盡全力 爹, 霞兒剛剛才學習 又怎麼能跟爹你相比 那倒是呀, 為甚麼我這麼無套 乖兒子, 你不用灰心 只要你肯下苦功的解釋 你一定能練得像爹那樣的功力 真的嗎 那…到時候沒人可以再欺負我 你是我的乖兒子 誰敢欺負你 我就把他拆骨尖皮 爹, 你對霞兒真好 好 事後也不早了 我們今天練到這裡為止 爹, 霞兒不想回去 霞兒想跟著你爹 乖兒子, 我知道你乖 不過爹的腦筋有些小毛病 你跟著我反為不妙 這樣吧, 等爹想通了這件事之後 就帶你一起出去闖蕩 爹, 你說我的話要算數 行了… 你放心吧, 爹會暗中保護著你的 我們走吧, 乖兒子 大師父 怎麼會在這裡?發生甚麼事 靈兒, 你回來了就對了, 出了事 不是乖兒又闖我 不是乖兒, 是楊過 剛兒, 他怎麼樣 他的毒又發了 他…他不見了 甚麼 靖哥哥, 你看不見到 我看見 你說會不會是他 看他武功的身影, 狗射他 奇怪, 他怎麼會在這裡出現呢 靖兒、蓉兒, 你到底在說誰 大師父 大師父, 沒事 事不宜遲, 我們去找過兒吧 來 靖兒 靖兒 我剛才 我等著芙兒睡著了之後 我就回到房間 誰不知我一進來 楊過的小子就不見了 怎麼…怎麼會這樣 靖兒 靖兒, 他剛才真的明明不是在… 怎麼這麼吵 郭伯伯, 郭伯伯, 你們怎麼在這裡 高兒, 你醒了沒事 沒事 楊過, 你去那邊 靖兒 我…我不是在那裡睡覺 那你進來吵醒我 那我就讓你吵醒了 究竟剛才發生甚麼事 沒有, 大師父說你剛才不在房間裡 沒有… 會不會…我公公他瞎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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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你說我甚麼, 你… 大師父, 何必為了這些小事動氣呢 過兒, 你坐下 來 我把你的手拿來 蓉兒 蓉兒, 過兒的毒沒甚麼 奇怪了, 過兒體內的毒不僅沒有復法 而且還明顯地減少 究竟為甚麼會這樣 可能你叫大人大命絕對我不死了 總之我覺得楊過這個小子很古怪 好像昨晚那樣, 他明明是出… 大師父, 你太多心了 靖哥哥, 那倒不是這麼說 不論如何, 過兒爹的死都是跟我們有關的 現在要跟他一起生活, 我總是覺得… 蓉兒, 就正因為當年二弟的死 我更加有責任去照顧過兒 楊康這個奸賊, 多行不義賣國求衛 根本是死有如孤, 與人無憂 就因為當年我沒有好好照顧他們母子 所以就令過兒孤苦伶仃 好在上天有眼, 我能夠見過兒 我一定好好地補償他 靖兒, 你記住我所說 有其父, 哪有其子 大師父, 當年二弟他行差答錯 就因為他在金國雄宮長大 現在有我們好地照顧過兒 他一定不會重蹈覆轍的 靖哥哥, 你的心意我很明白的 但是這十幾年來 過兒有過甚麼遭遇 他到底有沒有學壞, 你有沒有想過呢 蓉兒, 你放心 我對過兒, 他很有信心 是 郭伯母, 這件衣服你真的送給我的嗎 是呀, 我看到你身上這件衣服 實在太殘舊了 所以買一套新的給你替換吧 郭伯母, 謝謝你 郭伯母 怎麼樣?還有說話想跟郭伯母說 郭伯母, 你跟郭伯伯 我跟郭伯母跟爹是不是很熟 當然, 郭伯伯跟你說過 你爹是他的兒子 那你就很清楚我爹是怎麼死的 你娘沒有跟你說過你爹的事嗎 沒有, 每次我問娘關於我爹的事 他就只在哭, 甚麼都沒有跟我說過 可能你娘有句苦衷的 對了, 過兒, 你娘是甚麼時候去世的 我自有就跟我娘相依為命 我十一歲的時候, 娘已經離開了我 她突然患了一個急病 熬不過兩天, 她已經死了 那你娘臨死的時候 沒有跟你提過你爹的事嗎 沒有, 她的病來得太突然了 根本來不及交下她的身後事 過兒, 沒太難過了 對了, 這幾年你怎麼過的 我娘死了之後 我生生苦苦的借了錢 賣了我娘 之後我就一個人到外面流浪 後來總算幸運 找到個破搖落的 之後就過了一些偷雞母狗的生活 那你娘沒有教過你武功的嗎 沒有, 拔我娘會武功嗎 為甚麼她沒有跟我說過 照這麼說 木姐姐真的甚麼都沒有跟你說 來者何人, 偷偷摸摸 究竟有何目的? 猛鬼, 你是… 老毒物? 老毒物?你說我姓老嗎 老毒物, 你別裝傻子裝傻子 我摸襯我今天, 只要拿你的命 就憑你 靖兒 靖哥哥, 你沒事吧 我沒事 歐陽先生, 必來無恙吧 歐陽先生, 你說甚麼 你叫我歐甚麼先生 你… 你們陳美張王河, 歐洲胡馬麥 我叫陳美張王河? 不僅僅, 你是趙全孫禮, 周五正王 趙全孫禮? 老毒物是甚麼人 為甚麼我連自己的命都不記得 你殺死我五個好弟妹的老毒物 老毒物? 你是老毒物? 你是老毒物? 老毒物, 你別走 你別走 大師父, 師父, 師父 師父, 大師父 靖哥哥, 你沒事吧 靖哥哥, 你怎麼樣 靖兒, 你怎麼樣 靖兒, 你沒事吧 五十八獎, 果然厲害 靖哥, 你怎麼樣 靖哥, 你怎麼樣 靖哥, 你怎麼樣 師父哥, 大師父, 不要再追歐陽鋒了 靖哥哥受了傷 我們先扶他回去吧 好, 走吧 靖哥哥, 你小心點 歐陽鋒? 爹, 你是不是在說 當年華盛頓劍 幾乎被他當天下第一 那個西毒歐陽鋒? 他還沒死嗎? 師父, 本來是剛才 拆死的小祖, 殺了這個老毒物 誰知道結果被他跑掉了 真是不值得 可是剛才他也中了靖哥哥的一掌 應該受傷了 要不然他沒跑得那麼容易 是呀, 記不可信 來 不如我們一起追上去 解決這個老毒物 看自己的行動 好… 大師父 雖然歐陽鋒受了傷 但是以他的武功 我們對付他不是那麼容易 難道合郭伯伯和郭伯母之力 都對付不了那個歐陽鋒? 你忘記了嗎?郭伯伯也受了傷 我真的不信 那個歐陽鋒真厲害 芙兒, 為甚麼你這麼衝動 你知不知道 天外有天, 人上有人 靖哥哥, 你說為甚麼 他一而醉地偷走進來這間客棧 是呀, 想起來真的有點古怪 靖哥哥, 為免夜長夢多 我們還是早點回桃花島辦 這樣也好 好大條 誰是誰, 你們過來這邊看看 我裡面有大魚 不用了, 我們在這裡看, 看得到的了 你哥哥哪有看得到的 行了, 看得到的了 你們兩個… 你幫他們兩個這麼大個人 這次不是第一次坐船出海嗎 是呀 老老實實, 你們倆真的沒見過大海嗎 是呀 蓉兒, 現在看見他們幾個這麼容憾 我總算安心了 我說靖哥哥你最安心的 就是見過兒 那當然了 蓉兒, 我掃來這裡的心願 你是很清楚的 是呀, 現在讓我看見過兒了 我心願終於有機會可以實現 我不贊成 為甚麼 芙兒絕對不可以許貝給過兒 我知道 蓉兒, 你還對他爹的事 耿耿於懷 我看過兒他微青木獸, 聰明過人 只要我們好好管教他 將來他一定會出人頭的 我是怕他聰明把臂聰明的 那又怎麼會呢 況且我爹生前就只有這個遺願 而楊枝心叔父 在臨終的時候也委託於我 只要可惜楊康二弟 和穆妹妹如今他們有 靖哥哥, 你的苦心我很明白 這樣吧, 反正現在 芙兒和過兒年紀還小 這件事不用這麼急 況且來日方長 如果過兒 將來真是循規道舉 你說怎麼樣就怎麼樣 蓉兒, 你答應我